我的眼睛眨不開啊 你有戴帽子 眼睛小就小 沒感覺了 那別這樣把感覺找回來 可以啦 台球沒路會緊張 好,我們今天一樣去台中市的北市國中 上次去過一次了 上次去帶 比較多的彈力在訓練 因為這一幫的弟弟 他們用心在學習這一塊 所以我們想說這次去 我們就帶一點投球的一些技術訓練 然後我們這次有阿軒 軒哥 他最近在跑三鐵 看起來比較瘦一點點 這邊他超不好的 然後我們要請 這次要請阿紅 豐哥 豐哥幫我們帶頭手 然後當然還有那個小關 好不好 所以我們一樣去台中出發 走吧 好,我們要加油 是這個洞嗎? 我們到球場了 所以我們上次有來過 然後其實你看現在其實天氣也都蠻熱的 所以我們還是看要怎麼在比較天氣炎熱的情況下 盡量多做一些訓練 今天可能是技術方面會比較多一點點 那雨萱 今天我們的主導教練雨萱 雨萱教大家做什麼 今天帶大家做坦利一代的進階板 坦利一代進階板 就大概30分鐘就可以來門掛掉 我們上次是做 其實上次做蠻多的 我記得上次做10個動作裡面有上肢 下肢 泡管 核心 今天會帶比較多什麼 今天帶比較多連動跟下半車還有泡管 對 還是坦利一代居多啦 一樣是在有限的空間裡面 我們可以做不一樣的肌群訓練 慢慢的讓他們帶到球場上的一些肢體 甚至一些動作的模擬 你都可以做得更好一點 為什麼我感覺我的眼睛眨不開啊 你有戴帽子 眼睛小就小 其實為什麼我們要來 像這邊北市國中第二次 是因為我們上次來 他們給我們的反應不錯 就是他們有持續的都在做練習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持續在做練習的學校 我們就可以來做比較進階的不一樣的 就不用每次去都好像要做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們有跑去你們學校 有帶你們做一些訓練的話 其實你們就可以持續的去試看看 那從這個過程中 我們再來看能不能有不一樣的一些訓練的分享跟概念 讓大家可以有更多的學習方式 然後今天帶滿多人來的 今天我們有帶風哥嘛 早上有介紹過 然後還有帶一個亂丟垃圾的芝蓉嘛 對 對 芝蓉你其實在歐別 還有小關 對對然後小關今天有帶一個他們的 帶一個新的弟弟過來 所以小關還是一樣有來 然後芝蓉 然後跟弟弟 我們會提早來看一下場地 因為我剛才看到一個室內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 可能也可以用室內的做一些 做一些方式 好吧 走 男友兩個年級 沒關係啊 都可以 我們隨便拍 我跟你說我這個車線好高 可以啦 有練到的幫我舉手 所以哪一批是新的 這批是新的對不對 你們都做過了嘛 然後今天一樣我們是有帶 雨萱 然後小關 然後今天有多那個阿虹 跟那個芝蓉 還有幾個那個弟弟都有來幫忙 我們上次是做比較多 在上面是做那個 彈力帶練習嘛對不對 我們今天待會兒 雨萱會一開始一樣 但是有雨萱帶大家稍微 跑一下 我跟他講說天氣六加不要跑 他讓他堅持啦 所以他堅持 我們給他一點信心 就讓他跑一下 然後跑完之後 不會太久 就是 他會做一些單腳的嗎 對 像是我們丟球嘛 跟設斃旁對不對 我們這次就跑步而已 可以吧 待會兒會帶一點點熱身 然後 稍微充斥一下 然後我們就會帶去中間跟下面那邊 今天會帶一點點下肢 跟一點點核心 好啊 記得大家如果等一下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舉手發問 問那個雨萱 既然說他不一定會回答 那我們會盡量 如果他還記得天氣比較熱 隨時要喝水 就自己回來喝或什麼的 不要熱到就好了好不好 可以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好不好 不要讓大家抬熱 OK Let's Go 好來 等一下第一組的 看我的動作 等一下一樣 我們當腳抬 腳往前 所以等一下會這樣子 1 2 1 2 到腳做以後換邊 再做5個就跑回來 OK 好來 Go 對右腳右腳這樣 開腳 往前摸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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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一個微跳嘛 加一個微跳 這樣 過腳追以後衝刺往前跑 OK Go 過腳追衝刺往前跑 腳跟勾屁股 Go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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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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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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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跟那盒而已 對不對 但如果你有認真的去思考這個動作的話 它有沒有帶到核心 有嘛 有沒有帶到單邊的穩定 完了之後往前做衝刺的時候 它有沒有帶到爆發 所以你剛剛講的其實都對 既然我們都要花時間去做訓練了 我們把動作的那個原理 了解得越深刻 你們再做起來 你們會越有成就感 可以齁 那待會等一下分兩邊 你是帶一還是帶二 你帶一 二等一下我們會分兩批 等一下二會有一批在裡面 志龍會帶你們做核心的動作 今天核心是用彈力 再會在地板上做五個動作 它等一下進去會去講 等一下我們在外面 這邊會留一半 在外面我們會做一個連動 連動的話 你做過 你來示範 我們來做一個上到下 弓箭步動作 上到下砍柴 上次有做過吧 試看看 對好回來 這樣是單腳往前做移動而已對不對 我們今天如果要把連動的動作 加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往後加一個跳躍 往前變成單腳落地 跟頭球有沒有比較相關 好試看看 往後彈跳 核心拉起來 對 所以這會是一個動作 連動我等一下如果講連動 就是會有前腳在地面上 會有單腳離開 那如果要把這個動作 變成一個爆發性的 加進來的話 速度變快 OK可以嗎 還有雙腳的 對待會外面的連動會有上到下 下到上 左右 有問題可以舉手 好 答沒問題 好來第一組來這邊 右腳在上面 上下 20秒 跳起來 這樣子 上下跳 前面20秒是上下蹲 我喊跳的時候就跳起來 跳起來喔 來預備 來GO 腳記得踏穩在你的登階上面 好來預備 跳 前腳踏穩 前腳踏穩 可以嗎 那我們要開始囉 剛剛是讓你們練習熟悉這個感覺 可以吧 有熟悉完了嗎 好來等一下我們變側面的 等一下變單腳側面 往外 GO的時候跳起來 點地 可以嗎 第二個動作 剛剛是有弓箭步 踏穩喔 左右 可以嗎 還記得我們上次做那個側面的對不對 中心在哪裡 蹲著這隻腳 這邊 側面的 來預備 來面對我喔 弓箭步喔 左右的喔 來10秒 5 4 3 2 好 休息一下 OK 現在感覺到下半身是有點脹脹的 沒有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了 我是睡著啦 那你怎麼沒感覺 那得這樣把感覺找回來 待會把力量稍微加大一點點 下去的時候不要讓槓片 甩到後面去 所以你的等於是你下去的時候 你的肚子的力量要幫忙 停在膝蓋的外側 肚子也要幫忙hold住在這邊 上 下去 上 速度快只有 只有在這個距離上到下的這個速度快而已 不要讓力量過度延展 好不好 因為你要用你的身體幫你控制啊 所以等於只有一個壓的動作而已 跟頭有比較類似 可以嗎 來繼續喔 來往上 來 對 Good 原地雙腳的Go Go Come on Come on 休息一下 最後一個動作了 最後一個動作了 平行的 剛剛是不是 上到下 對不對 我現在能做平行的 OK 所以從後側一樣帶旋轉 手肘不要太近 後腳定起來 力量 轉身定起來 轉身定起來 好來試看看 Ready Go 剛剛沒有hold著 OK 剛剛沒有hold著 很好很好 對 剛剛沒有hold著 很好很好 3 2 1 來換邊 最後了最後了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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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了 我們先一起講腳 五個動作跟我們一起做動作 第一個動作的時候做側棒式 等一下你們可以拿兩條 可以拿一條 如果覺得很重你就拿一條就好了 OK的再拿兩條 第一個動作呢 先撐側棒式 上面的手伸直 然後往後面拿回來 往後面拿樓 這是第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 直接做側棒式 對 待會我幫大家同一條手動 然後應該同時往後帶 帶著 再回啊 那第三個動作呢 然後我們一起帶 這動作叫動 就是外側腳抬起來 然後雙手舉高 同時往外側 然後再回 所以做到兩邊 這是第三個 第四個的話 帶一點旋轉 外側腳在地板上 然後手在前方 然後往著外側旋轉 可以的話身體加一點點往前方 那最後一個動作 是弓箭步 外側腳抬動 然後蹲下去 回來 又不要只有往後一點點 記得你的腳 後腳要彎 可以的話 兩個人雙手都是伸直 這樣比較困難 穩定的人就把手伸直 然後再提起座 我們都會做四十秒 然後再換邊 往下面拉 同時拉 來來走 小心不要回到喔 三 二 一 休息 腳的移動的那個範圍要越小 讓你的身體在越短的時間內 轉向你要傳球的地方 這樣清楚了嗎 所以我們利用你的腳尖 利用你的腳尖往前 這樣清楚了 看一下往前 往前轉過來 第一轉身快 第二揮臂短 這樣清楚了嗎 然後第三很重要 你不要為了快投過去抱頭 所以第三最重要的就是傳球要精準 這樣清楚了嗎 當你往前轉身要牽制右投手 你那個球要出手嗎 一定要出手 因為你是往前做轉身 你當你沒有把球傳到一壘的時候會造成怎樣 目球嘛投手犯規 就跟你是往後的轉過來沒有投不一樣喔 往後退沒有投會造成投手犯規嗎 不會嘛 這要分這個放球的規則要搞清楚喔 你如果腳是投手腳是往後退 代表你退腳之後你是什麼 你就是第九個野手了 那這樣清楚嗎 齁 你如果要牽制一壘要殺死跑者 通常又是往前轉 那你往前轉 第一一定要球要出手 齁 這樣清楚齁 齁 三大要素牽制 轉身快 規避短 精準的傳球 這樣清楚嗎 它是離我們五位過來最近的地方 你接到球你要踩這邊是最快踩到的 然後要我們前腳掌 齁 不要用這邊喔 這邊踩會滑 齁 要我們前腳掌踩 踩這個腳 這個是我們不會過來踩壘包最短的位置 OK 那踩完之後要往哪裡爬 有一個小技巧 當你們過來的時候 踩到壘包的時候 做一個小推燈 蹬進來 往裡面蹬進來 這樣清楚嗎 不要接到 這樣 往前跑 這樣也危險 因為它過來 它會撞你 切進去 OK 所以接到的時候是 有點往內伸 腳尖有點往內伸 這樣清楚嗎 OK 大家OK嗎 可以喔 所以你們要記得把彈力帶的訓練 自己記得起來的多做一下 有問題嗎 有喔 有問題問小黃 他會回答你 好啦 那大家沒有問題的話就結束囉 趕快有神伴在這邊有問題 趕快問囉 原則上我們的譬如說彈力帶的訓練也好 或是核心的訓練也好 或是我們做一些下肢的訓練 通常我們做這些訓練你們要去清楚了解說 為什麼要做這些訓練 這些訓練就是要讓你融入在你的頭球當中 你增加你的頭球的肌力 你的續航力 你的續航力 加油喔 加油喔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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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又忙了一天又結束了 今天有謝大偉哥 大偉哥又來 大偉哥今天要買一大堆飲料來 有機會我們剛好在某一個學校跑的時候 你都可以來參與我們會放在那個沿路方式上面 但很多時候我們沒有辦法去先把時間定下來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學校有時候時間也不好喬 然後有時候像校隊練習他們剛好今天是在球場 所以我們就剛好來球場這邊 所以我們這次其實也是蠻突然的 就是剛好我這兩天比較有時間 然後其他家人也有時間 然後就剛好問看看校隊這邊 他們練球的時間可不可以配合得上 可以配合得上我們就剛好今天又來做不一樣的一些訓練 跟他們分享 所以也是希望他們可以越來越進步嘛 然後我們可以把更多的東西帶給大家 所以其實你們如果對訓練師有任何的疑問或是想要分享的 都歡迎你跟我們留言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說馬上去回覆 但只要我們有看到 我們可以彼此做一些交流 我們也希望是在做訓練這一塊裡面 可以遇到更多對訓練師有志同到後的朋友 我們可以一起來做這些事情 好不好 我們下次見